Hello,大家好,我是熊儿 然后,今天的风只够大 现在熊儿呢,准备到上面去 把就之前熊儿说的那头猪给牵下来 看,带着绳子 因为咱们这个遗族的年马上要过了 还有几天,还有四五天 所以我现在上去提前把这个猪弄下来 到时候再去弄的话就特别麻烦了 因为熊儿绝地今年就伤两头猪 所以现在准备上山去切下来 这头猪呢,应该有两百鸡左右 是我奶奶家的 然后我奶奶不是要搬迁到那个现场去了 然后我就把奶奶的猪给买下来了 花了两千八百块钱的这个猪 两百鸡哦,一鸡的话 一鸡的话,算下来大概就在十八左右 十八块钱左右 今天的风就够大 把我们学鸭村的这个 种的这个油杆来都吹来吹去的 然后奶奶家的话在上面那个 外面挂着那个 中国移动那个位置 走上去的话要花个十来分钟吧 然后等一下到上面过后 牵猪下来的话 这个猪太大了 然后估计要花三十分钟才能下来 所以熊儿就提前去把那个猪给喂好 然后把这个绳子给绑上 然后牵下来 不然的话 总那个不把这个绳子 把在他那个腿上的话 他到处跑是吧 所以现在熊儿就提前去 然后等一下熊儿还会 找两个人帮忙 找离居家的小伙来帮忙 去把那个猪给弄下来 我一个人肯定是盖不动的 既然一早就 风就这么大 本来熊儿是打算早上去 把那个猪给弄下来的 但是风 但是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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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拿了一个棍子打了几下 现在嘴巴也流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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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是不小心在这下面的话被打到了就完了 等明天没有风了再上去弄吧 然后现在带你们去看一下泥居家的各彩 把上面的木头都给刮扑下来了 这是首样的泥居家 好好看 把这么大的木头都给刮扑下来了 看 看上面都是漏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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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